2022年远见杂志县市长施政满意度调查 华联县县长徐正卫荣获五星县长殊荣 6号亲自北上受邀政奖及分享施政理念 他也把荣耀归功于全体县民、县政还有民意团队 县长徐正卫的施政满意度是高达83.2% 施政八大面向表现满意度78.3% 高居全国第二 2020年远见杂志县市市长满意度调查 前往徐正卫荣获五星县长殊荣 6号亲自北上受邀政奖以及分享理念 徐正卫在中文的掌声当中 从远远见天下文化事业群创办人高细伟教授所中 接下五星讲座 三度在下五星的县长徐正卫表示 他也是全台市卫负贫低于10%的首长之一 更有高达7产的民众支持徐正卫联络华联会县县县县 花林是道中之岛博中之国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它在东台湾并没有跟其他的县市来连接 比方说跟宜兰县隔了一个南澳席 跟台东县有一个秀古兰席 所以在整个花林来看它的地理位置 其实整个台湾有我们的中央山脉 而在花林却有海岸山脉 将花林分为东西两侧 所以也就因此在整个地理条件 以及我们在推动的整个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我们往我们的整个道家的哲学来行走 刚才屏东潘木安潘县长说 他从这个屏东要跳海 其实我们花林在东台湾 我们立足东台湾放眼国际 所以面向东大门幸福买花林 这是我们的局势 而在2015年 我想世界在巴黎协定之后 ESG再来是SDGs 都是在同谈永续 而在花林的政策 以及我们推动的方向 其实就是遵从整个永续的理念 而这个永续的理念 刚才真为开宗明已经说了 其实就是2500年前 我们的道家思想 所以顺应天地 以及顺天意名 我想这就是花林 我们不断地在努力 危机就是转机 在这三年疫情的关系 所以刚才在CF当中 真为说到 永续花林 智慧花林 游击花林 而智慧在线上 所以在整个医疗教育观光旅屋 或者是社府 我们透过AIOT 我们的智能智慧解决 将我们整个友善来推动 我想这是花林的线上 而花林的线下是一个纯朴的地方 更是一个幸福 在心灵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光明的地方 大家说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在那里 在苏丹 但是苏丹的交通方便吗 其实在那里是有的大自然天地之间 我想这就是花林最重要的资产 而花林之所以幸福 我想在心灵上的幸福 以及在智慧使用上的便利 还有人与人之间的温度 我想科技给人从事非常非常方便 但是唯有享受 以及真存这块土地的资源 今年度县市市政满意度调查 一共成功访问1.4万多位县市民众 综合各县市市政满意度 市政表现给分 县市政府八大市政表现进满意度 八大面向包括教育 环保 警政治安 道路以及交通 消防 以及公共安全 医疗卫生 观光休闲 经济以及就业 花林各大面向 均免列前茅 县务则是积极以创新私会结合政策 各项数据显示 宪明的市政有感 记得请你台北视频道